挪在词原中的解释是 古时腊月驱除诡异的仪式 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 旧时迎神赛会驱逐异鬼 在中华神秘文化词典中 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 挪用于驱赶鬼魅 消弭瘟疫的祭祀活动 古人认为 瘟疫是鬼魅作祟造成的 只有把言鬼连走方能驱逸消灾 而单从字面上看 将挪子分拆开来 就是当人遇到难处时候的处理方式 驱鬼的时候发出一点声音 这种声音叫做罗 罗 罗 是这样写音写过来的 可以后要造成一个自杀 也就是因为要取鬼 要避邪 要取邪 然后赢得了病 得了愚病 有病 那就是碰到了烂 遇到了烂 赢遇到了烂 那就是叫罗 与过去的一个驱轨 发生这种声音 大概是相吻合 但是是这样来的 解释放 想说 那块 我又会